各位鱼友们大家好 这期的视频主要是讲到两点 第一点就是斗鱼食物的损损 第二点就是斗鱼容器的损损 除了水 鱼食物就是第二个重要的条件 不同时期的斗鱼 是主要于达到的状态目的 都有不一样的食物 鱼鱼的食物小编会在房子系列时 一一列出水和食物 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 这一期主要是针对成年的斗鱼 也就是四个月以上的斗鱼 鱼食就分成三种类型 一是鱼料 第二是活食 第三是冻食 鱼料可以选择任何的排值 只要蛋白质成分高 40%以上 大小0.3-1mm左右 给成年斗鱼都是非常好的 一天喂食一到两次 5-8粒左右 或是1-5分钟内吃完的分量为家 记得吃不完的饲料要捞出来 避免影响水质 小编自己进来给成年斗食用的鱼料是 Seamaster 0.3mm的和 马鲁比尼海王6号 有一些卖家也有卖一些提升色系的鱼料 小编以前也有试过 效果一般般 老实说要提升鱼的颜色 鱼料也会起到一点帮助 但是鱼的水质还是很重要的 可以去看看小编这一个Groom斗鱼的视频 看看如何提升效果会更好一些 无缘之宜 营养蛋白含量最高的就是活食啦 对具有斗性的斗鱼活食对它们而言呢 可谓是爱得不得了啦 活食方面有BBS 蜂蜜蝦 孤渡水藻 拉巴 红线虫或 红蚯蚓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就是要看哪一类活食呢 各位游友们比较容易获取 那就使用吧 冻食方面就是比活食容易储存 而且 处理不但换冰的风险呢 也相对的比活食来得低 蛋白含量比鱼料来得高 不过呢 价格也比鱼料来得高 对小编而言 豆鱼为鱼料和冻食呢 是最方便而且最容易获取的 除了担心自己对活食处理不但 存放鱼料和冻食也相对的容易 豆鱼呢 其实对一些蔬菜也并不抗拒 如果豆鱼面对一些便命的问题呢 有些游友会给豆鱼吃蔬菜 蔬菜的种类呢 比如 豌豆 生菜等等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